当年广设高中大学让人人可以上大学 不过呢 才过几年少子化的问题来了 现在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 而私校也面临招不到学生可能会倒闭的窘境 而第一所因为少子化冲击要关门的 就是台南华季永安高中预定明年退场 台南华季永安高中呢 目前全校只剩下23名高三生 是目前唯一一所被列为退场辅导学校 另外还有29所学校被教育部列为观察名单 教育部指出只要全校学生总数在600人以下 或者是当年度招生率没有达到六成 就会进入私校退场观察名单当中 得接受进入辅导机制 如果呢 有欠薪的情况发生 就会进入最后阶段 也就是辅导退场